请收看台湾向前行 欢迎收看台湾向前行 台湾向前行 我是孟琪 年底大选倒数82天 最新的民调出炉 台北市的部分 陈时中是以30.13%冲上了第一名 赢了蒋万安7个百分点 而黄珊珊则是20.52%排在第三 不过这份民调在交叉之后分析 会发现说 年轻族群的部分 尤其是20到29岁的这个区块 黄珊珊支持她的比例是最高的 那阿中部长则是赢在50岁以上的族群 民调的细节真的是非常有趣 我们等一下一起来分析 好那另外一部分呢 就是张善政的抄袭风暴滚雪球 今天周刊又踢爆了最新的市政 说2009年的那份报告 是涉嫌宜花揭幕NCC委托给公研院所做的报告 好波面对周刊今天这样子的执政历历 张善政是出面强调哦 说自己光明磊落 没有什么好检讨的 好这样子的态度 选民应该怎么样来看待 我们稍后会有更多更多的讨论 好我们赶快先来介绍今天现场的来宾 首先第一位我们邀请到的是民进党台北新议员简舒培 孟奇好 大家好 好再来我们邀请到的是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孟奇好 大家好 好左手边欢迎到是政治评论员余美美 孟奇好 大家好 好同样呢邀请到的是政治评论员陈才能 孟奇好 台湾的主人大家平安 大家好 好等一下呢还会邀请到的是前国民党青年部主任 肖静岩也会加入节目讨论现场 我们赶快来看哦 选战倒数82天真的越来越刺激了 最新一份台北市长民调陈时中冲上第一名 一起来看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到大道城辞聖宫参乡 当然不能错过庙前的知名小吃 海产店米粉汤排骨汤到卤肉饭 一看全是自己爱吃的 陈时中一摊接着一摊点 笑到何不拢嘴 摊商看到本人现身 又是要签名又要合照 人气超旺 美食端上桌只见陈时中眼貌爱心 卤肉饭一口接一口没停过 看对手蒋万安上回来这里吃小吃 被批评脸臭实在差很大 两个人在民调上也有差别 自由时报最新民调显示 陈时中以30.13%拿下最高支持度 蒋万安只有22.92% 黄山山则垫底20.52% 胜选抗好度方面 陈时中依旧以30.63%领先 蒋万安只剩23.72% 黄山山更只有13.61% 民调都紧工参考 那需要改进的地方 我们会持续的改进 选举还有三个月持续努力 我们努力的重点还是在政见 我们的李建昌 他王世坚 曾经中致辞先找王世坚在哪 结果王世坚就站在旁边 让众人笑翻 两人互动热络 而听到对手黄山山喊出 当选后第一件事 就是要拆掉第一兵营馆 陈时中这样回应 好像在第一任的时候 有提出来相关的政见 或者在第二任 也提出来相关的一些规划 然后现在做一个统整 再度的提出 在现在事务部所做的任何政策 如果是好的政策 我们必然是延续 那如果需要修订的 我们会滚动式的检讨 面对蓝白阵营 猛打公测 赦免免制马桶的政策宣传影片 陈时中还原火速修正的过程 让外界知道 这是一个快速反应的团队 拍摄当然是请专业的团队在拍摄 那整体的设计 但是竞选的团队在设计 那当然大家得到一些反应后 我们立刻就修正 表达我们的歉意 让大家引发的误会 现在蓝营还是重追猛打 光是这样的一个责备 并不会让人家来当选 陈时中不打口水战 持续勤走基层 力拼年底选战 台北市长的最新民调出炉 我们赶快来看 这是今天由自由时报 他们所调查出来的民调 阿中部长勇夺第一名 是来到30.13%的支持度 赢过蒋万安 大概有7个百分比这么多 那蒋万安跟第三名的黄珊珊 他们两个则是咬得非常近 相差大概是在误差范围之内 那另外来看到的 其实可能观众朋友会觉得有点困惑啦 因为上礼拜大家在讨论 由梯台所做出来的民调 这个结果是完全的不一样喔 上个礼拜调查出来的 梯台做的民调 蒋万安是第一名 百分之三十六 好 黄珊珊是第二 百分之二十六 那最后一名是陈时中 百分之二十三 这个民调的调查时间 差一星期 结果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赶快先来请教我们在地的 这个输赔议员 到底怎么看喔 这个为什么两份民调的结果 会差这么多 哪一份比较接近你在走基层 所听到的声音呢 我觉得所有的民调一定都有机构效应啦 那对所有的候选人来讲 在接下来剩下八十几天的选举过程当中 可能每天都会有民调 但这些民调都是仅供参考啦 来让这个所有的候选人 针对自己的选战 然后来做修正 有不对的地方要赶快调整 有对的地方要赶快继续再加强 尤其这一次的这个民调出来 看起来就是说有部分的族群 其实像陈时中 针对于20到29岁的年轻人 这个族群的部分 可能就要再更加强一点 那我觉得这是所有的参考啦 那另外两份民调的前后 差距一个礼拜的比较 这当然是非常有趣啦 因为TVBS的民调陈时中之前曾经到18%啦 两个月前的支持度陈时中只有18% 没有两成耶 不都两成 这个其实跟民进党在台北市 每次的选举比起来 我们把那个得票率拿出来看 这就不可能是一个事实嘛 所以我觉得有一些民调的这个 做的单位可能他自己的机构效应 有特别强的部分 我觉得他们也要赶快去修正 不过看到这两份民调 告诉我一件事情 就是在陈时中开始参选之后 他们几乎是黄珊珊跟蒋万安 两个人集起直追 职工的一个对象 包含防疫 包含疫苗 包含所有的证件 这两个人都是集起职工陈时中 但没有想到这两个月打下来之后 陈时中在TVBS的民调里面 这两个月涨了5% 然后在这个自由时报今天的民调 已经月居第一名了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 选举里面 其实我相信大家还是看证件的啦 你只是用负面的攻击的方式 攻击过头打得不够精准的时候 或者是打过头的时候 反而你是帮对手来助选 所以我觉得从民调上面 其实看出来是这样子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 我们在整个这个选举的策略当中 确实在礼拜六的时候 推出了一个这个公测 文化 要装免之马头 对的一个政策 那在这个政策推出的过程当中 还有影片的这个播出的过程当中 确实引发了一些讨论 那这个部分就确实要修正 公测要装免之马桶 我相信有去过日本玩的人 绝对有感受 我们都会觉得说 是怎么日本的本寿可以这么清晰 是怎么日本的本寿这个免之马桶 可以在你冬天去日本的时候 坐下去的时候 你屁股还是觉得很温暖 这样子的感受 我们也希望台湾能够跟进 所以这个政策的推动的推行 我认为是正面的 我相信很多女性朋友 也都绝对的给支持 是 但是这个影片的播出 还有影片的设计上面 确实需要检讨 我相信没人可以在那里面的时候 有一个头在旁边出现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舒服 这一定是很不舒服的 是 所以我觉得 这就是在整个选举过程当中 选举的整个竞选团队 在思考的时候 似乎有一些不周的地方 而且我们也立即修正 甚至陈时中 陈阿中部长 他今天又第二次出来 他道歉好几次了 已经道歉非常非常多次了 那我们会去修正 那这个政策我认为 我身为一个妈妈 身为一个女性 我觉得这个政策 我绝对推动 而且甚至我都觉得 你现在如果是陈时中 已经是市长 我还会给他建议 除了这个免治马桶之外 我曾经去日本算的时候 每一个侧间 都有小小大马桶的旁边 都吊了一个小马桶盖 为什么 要给小朋友坐在马桶上面 你知道很多现在的小朋友 他不会顿氏马桶 他都不用坐 所以我觉得 这种细心的贴 陈时中想到了 但有更多细微的东西 我们可以继续加强 政策还有影片不周延的地方 这次阿中部长 第一时间就向大家来回事 那针对现在民调的差距 其实刚才议员有讲到 年轻族群跟资深选民的这一块 我们应该怎么来看 请教约会姐之前 我们同样来看 我们拿这个自由时报 因为这个时间点 比较接近现在 在这个支持度的部分 陈时中是30.13%胜出 那奖万案22.92 那不过在胜选看好度方面 是怎么样呢 胜选看好度 陈时中是30.63% 好 奖万案23.72 好 不过在这边 跟黄珊珊的距离就拉开了 黄珊珊只剩下13.61 是排在第三名 不过呢 还是有将近三成的选民 他们呢 目前是还没有表态的 可以看到台北市中间选民非常多 好 那除此之外 这个兵家必争之地啦 其实年轻人真的是现在 各个政党都要抢的部分 好 在自由时报这份民调 交叉分析会发现 这个20到29岁的部分 阿中部长绿色的这一块 只拿到12.75的支持度 好 反倒是黄珊珊 38.93赢得非常多 那陈时中在综合民调当中 是第一名赢在的 赢在50到59岁 60到69岁 70岁以上 好 比较资深选民的部分 陈时中在这边 这个赢的幅度是非常大的 可是岳慧姐就会发现 那年轻人的部分 是不是民进党现在这边 要来加把劲的 我觉得当然这份民调 所做出来的提醒是这样子 但是我也想跟各位来做个说明 因为这份民调是针对 随机住宅的电话 也就是说它是针对家户的电话 那我们现在回想一下 我们现在自己的习惯 你在家里面你接电话吗 还是在家里面接电话的多半都是谁 现在很多人大概因为我们手机 或者是一般的通讯软体 其实用得非常的习惯 那很多人家里面的电话已经都不安装了 甚至于有些人家里的电话 是完全自己不会接 像我就是我们家的电话 我个人不接的 所以这份的民调 它一定有它的一个参考价值 但是在年轻人的部分 可能它会放大了它的一个家权的数目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这份的年轻人的部分 陈时中感觉上是跟黄山山 有一段距离的一个可能的原因 那当然因为每一份民调 都有它参考的价值 所以当然我觉得刚刚讲到这份民调 也给陈时中的阵营一个很好的提醒 那我觉得陈时中的阵营 其实在前一阵子呢 他们已经就感觉上 他们已经知道说 他们的弱点是在年轻人这块 所以他们已经有去做了很多 跟年轻人的一个互动 包括去Ferry 就大安的仙女工 那这是呢 去一个同志的酒吧 这是一个比较年轻的 那可能呢 有年轻的这个男男女女 会去这边 这个来进行一些正常的一个活动 而且大家还记得 那次去Ferry的这个活动 是在晚上12点半的时候 完全没有通知媒体 是由年轻人在社群网络上面 来这个PO一张照片以后 那整个在社群上面造成了一个轰动 因为很多年轻人一直转贴 是是是 那个那张照片 就是当然有人会觉得说 这个熊豹还这个从后面轻轻啊 这样不好啦 可是呢 那个年轻人的感觉 其实是让很多人很喜欢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年轻人会在第一天的时候 就按赞那张照片 大概超过四万人 就IG上面大家觉得很好玩嘛 然后你可以看到说 陈时中不管说是对妇女啊 那或者是他也去那个街舞 那去街舞的时候 他知道他自己跳得不好 可是呢 他就马上的就跟这个 这些练街舞的朋友讲说 街舞啊 这个你们跳 我就是我来这边 就欣赏就好 但是呢 未来在街舞的政策的部分 或者是呢 在你需要场合的这部分呢 这个是他当市长以后 他能够来来做帮忙的 所以这个很明显的是 我们已经讲过 他在第一层 就是跟26个议员 他们做好了见面会 那也在第一步踏出去以后 接下来你会看到 他是往年轻的这个族群 去跨出 然后我觉得在免治马桶 这个议题啊 其实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议题啊 因为这个议题在网路上的声量 你可以看到啊 在礼拜六跟礼拜天啊 这个声量是非常非常高 网路上面大家讨论的啊 这个除了刚才这个 树培议员所提到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大概你去日本玩的时候 你都有这样的经验 你看过他们的厕所 是这么干净 你甚至于住在饭店里面的时候 他们的饭店的房间 也都有免治马桶啊 那我今天其实我看到了啊 这个有一位非常有名的警察 但是他也是一个足球的球评啊 然后他就举了一个运动员的例子 日本有运动员啊 那他们要来台湾 要来台湾比赛 他们就要求 同时也指定说 那他们来到台湾住的那个饭店 一定要有免治马桶 这是日本的运动员啊 他们来台湾 然后呢还有也是 我们如果看日本的职棒的话 你也知道 日本的也有很多的职棒选手 他们在异地训练的时候 那要去美国 但是他就不愿意去美国做训练 为什么 因为美国那边免治马桶比较少 所以这些都是 其实日本它有八成的这个免治马桶 它全国大概是市占率是八成 那所以就是台湾 那我们是不是能够进化到下一个阶段的公共卫生 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让我们大家来讨论 但是我觉得比较遗憾的是 你看到对手阵营 比如说蒋万安的阵营 或者是黄深山的阵营 甚至于柯文哲针对免治马桶这个 其实是台湾 我们不管说是人生的这个卫生健康 那甚至于说是整个社会的一个公共卫生的进步 这些都是值得讨论 但是呢 他们的这个全部歪楼 歪到什么呢 台北市民很没有公德心 因为公厕很脏 那你可能会在公厕里面得到性病 这些其实都是非常错误的观念的一个 你是认为我们台北市民 你自己当了台北市的副市长 你在台北市你选出来 你当过这个立法委员 你现在还是立法委员 你是感觉台北市的市民是外辣什么 我们去外面 如果说有需要去上厕所的时候 是会把那个公厕搞得非常可怕吗 你是在哪一个公厕里面 在台北市里面见过 你有没有去过现在台湾 不管是很多的加油站也好 甚至于现在很多的一些公共场合 包括百货公司 包括一些公共的场合 他们已经主动在他们的厕所里面 已经换成免制马桶了 所以这个政策你可以去讨论 讨论它有没有必要 讨论说这个政策的形成 未来可能会有多少的经费 而不是你一向就批评说 台北市民没有公德心 这个如果用免制马桶 万一搞得很脏怎么办 像新竹高宏安不就这样子吗 然后还说会得性病 台北市民是有那么多有得性病的吗 我正想请教这些人 还有说会去偷免制马桶 是谁去偷免制马桶 我真是不知道 这些人的脑子是把台北市的市民想成怎样 至于我在讲到免制马桶 我们现在换的总共是有7200座的免制马桶 7200座一开始的设置 大概需要4220万 黄珊珊也好或蒋万一安也好 就在那边骂说花这个钱花很多 有必要花这个钱吗 以后的维修水电费用这么高怎么办 但我想问你黄珊珊 我们才刚刚办台北市的城市博览会 我隔壁的输赔议员 你们就这样子花了八千万 八千万直接把他押下去 一只昏冬旗就六百块 你怎么不要挨一个 你怎么不叫一声 花4200万换7200座的免制马桶 你在那边腰北炒 你在那边炒什么东西 那至于蒋万安先生 你现在又要推出什么双蒋旗 那说他在那个 主生旗 好吧 好不好 随便你啦 那个就是两蒋旗 说他在造势场合里面 又要把他的阿公跟阿祖弄出来 那我们为了维持大溪跟大溪头疗 跟慈狐的这个领寝 一直希望说他们能够签幕 幕地都已经弄好了 然后你不愿意去 我们其实也编列了预算 这个编列的预算 大概这个未来的九年 会花十几亿 你怎么不说这个花很多钱 我们现在都不要 我们干脆土账好了 这般火账也不错 所以我觉得这些 大家仔细去想 一个能够对于台湾未来的国际上面的形象 那对于台湾的公共卫生 那对于盛局台北市民的个人的这个卫生健康 能够有注意 你不喜欢你可以不要用 那你可以来讨论的一个政策 你不喜欢免治 你如果怕免治马桶 你可以就算装了以后 你也可以不要用 那但是你们现在 人家提出什么证 说不行 这样不好 后面会花钱 后面会花钱 你现在没看 你说你现在已经花多少了 你光城市博览会 你就花八千万 所以我觉得这些不是道理 那真的希望说 在台北市的这场的选举 所有的这些候选人 能够回归到市政上面 大家认真的去做探讨 而不要是就抓 反正就是人家提出来的 我就觉得不好 用这样子 这种负面的态度去选举 是非常不好的 从一个免治马桶的政策 就可以发现 蓝绿白看的角度 真的很不一样 其实刚才我们讲到 这个最新的民调 其实讲完下滑的幅度 是蛮大的 所以他今天再次办活动 再把阿公牌 金国牌给搬出来 要来抢选票了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我们再一起来听 美美姐的分析